我今天呢 跟大家来一个购物分享 开箱视频 我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的呢 全都是这种尾货打折店 二手店 去淘宝的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视频的包包 开箱视频 我呢 其实是在 大概有四五年前吧 我就特别想买一个 就是仙德尔的这个 橘黄色的一个小包 就是跨在身上 就夏天杯就比较好 然后那个就是那种 就是最小的那一款 应该算是比钱包大一些的 就是这么大的薄薄的那种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 才一千七八百加币 然后当时呢 就没有那个颜色 然后我问了一下销售呢 他说那个颜色呢 是上一年初的 后来我几次去呢 都没有遇到这种橘黄色 我就 这不就回国了吗 然后我就放下这个执念了 然后今年春天呢 我又想起这个事情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年呢 可能与年龄大有关系 就很想穿艳丽一点的色彩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马卡龙色呢 也比较流行 我就想起来我之前的这个念头了 然后其实我很多年 我有三四年没有去逛这个香奈尔了 就这种奢侈品店了 然后呢 昨天呢 我跟那个豆角哥就去逛去了 然后呢 一个是给他买那个加拿大鹅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就想逛逛这个店 我的本意呢 是先不买 先逛一逛 然后把其他的什么Prada呀 然后Cucci呀 LV呀 然后这个香奈尔都逛一逛 然后我在想看看 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款式 结果呢 这一逛啊 可不得了 我发现现在这个奢侈品的价格 就这三四年的功夫啊 大幅的上涨啊 因为就是那个香奈尔那边的那个 就之前我说1700800块钱的那个小包啊 现在涨到了多少钱呢 3600多 这就是翻倍的价格了 我的就是之前买的这款包啊 CAF的 我这是中码的 CAF的这个包呢 这是我之前买的哈 我看看我是哪年买的 我是18年 18年7月1号 不到四年的时间啊 我原来买多少钱呢 我原来买是含税 不含税呢 是6550加币 然后含税以后呢 是7336加币 那么现在是多少钱了呢 万一12000左右 这样的价格啊 然后呢 再加上税 加上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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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12000 6万多了吧 应该具体多少 我没有算哈 应该是6万多了 之前是7300 13000多哈 就将近翻倍啊 就基本上都是翻倍的价格 你说就这样一个包哈 它就6万多块钱了 而且现在呢 就是这款包还买不到 没有货 这个呢是也是它的一个经典款 大家都管它叫方胖子哈 它看着很小哈 但是它这个宽度宽 就比我的这个 比我的这个大的这个 CIF的这个还要宽 它就比较休闲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包 然后就是 它有一点这样的圆弧的造型嘛 所以显得更休闲一些 然后后边呢 也有这样的放 放这个小票的这个地方哈 然后里边呢 是一个金色的哈 内衬哈 是一个金色的 它是一个羊皮的 其实呢 这个包呢 有点焦气 因为它是羊皮 容易容易有划痕哈 就是这里边呢 非常能装 能装手机啊 能装下 基本就是我们用的东西哈 都能装得上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看好它的哈 泰尔的金球系列呢 一共是两个系列 一个是方胖子 做了金球系列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CF哈 小的迷你CF 也有这个金球系列 然后今年的新款呢 就是这个金球呢 就改了 改成这样的 就叫核桃金球哈 原来的这个金球呢 是纯金色的 金属的 它比较重 这一次呢 它就改成这样了 我觉得这个会更好看一些哈 有点确实有点像核桃一样 上边的这个 香奈儿的这个标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用来调节这个长短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香奈儿的包呢 就有调节长短的这么一个功能了哈 这样一摁下去呢 就很方便的去调整它 这个包其实它有几种背法 一种是斜框 就是你把它调的长一点哈 就是长一点就可以这样斜框上 短一点就变成这样腋下包 那也可以这样单肩背哈 小金球呢 还有这么一个圆球在哈 就是有香奈儿的标在哈 应该说这款包呢 就是很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就是我之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样的金球哈 这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并不是说你去了就能买到的包 它有的时候需要订 订购啊 然后需要等啊 我昨天呢 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特别的巧 我等于是没想 一开始我没想买这个包 我是想买我说的那种嘛 我说的那种 我试了一下呢 它没有我要的那个 也一样没有我要的那个颜色 然后呢 它就已经涨到了3600 3600加币的话哈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3600加币 它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包的价格了哈 所以我就觉得 那买它就不划算了 我不如买一个这个方胖子 方胖子的价格是 我看看啊 5950加币 加上这个700块钱的税呢 是6664加币 比那个也是快贵到一倍了哈 可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经典的 这个是香奈尔的经典款 然后比那一个哈 那个应该就算是一个不算 那算是一个手包 那不算是一个包的系列 应该算一个钱包系列一样哈 所以我觉得不如就买它了 因为这一季呢 他们推出的就是这种樱花粉 又来了这么一个 就是昨天刚进的货 这个销售就问我说 你那个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其实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哈 以前就没有想过要买粉色 我是有点犹豫 可是呢 我又觉得就是因为你要是错过了呢 你再买就是不一定能碰得上 另外你定的话 有的时候要等好几个月嘛 所以我想了想了 我还是给它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 如果这个颜色不合适的话呢 我可以 它们不允许退货 但是允许你换货 所以我可以就是把它 14天之内把它退回 再换其他颜色 那就等吧 就是不知道多久才能遇到 回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做功课哈 我就上小红书上 把这个方胖子的这个 这个金球系列哈 那些颜色我都看了一遍 我看到那些人背上身的以后的感觉哈 然后我就决定 把这个粉色留下了 黑色我是肯定不要的 因为我有这个 就是这个CF的这个黑色 我就足够了 而且它黑色呢 不能太小 因为这个是比较 就是比较经典 比较那种 一本正经的感觉的包哈 我觉得黑色还是黑金还是对的 可是这种休闲的呢 我希望它艳丽一点 当时是有点犹豫 就是它有一款灰色 有点灰蓝色 蓝色绿色 然后紫色都有 我看下来呢 我反而还有红色哈 我反而觉得哈 就是这个粉色比较好 所以我就决定呢 就是不换了 就把它留下了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今年我也有一些粉色的东西啊 也可以跟它呼应 也可以搭配 因为它很小 你背在身上 如果是那种灰色哈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年轻人 女孩子背还好 就是因为年轻靓丽嘛 背个灰色的 它好看 可是我们年龄大的人 本来就身上没有散发出来那种青春的气息 然后反而有一点艳色的呢 我觉得会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我准备给它留下了 我还有不少粉色的东西 比如说这双鞋啊 我这双鞋是杜加班纳的 我这个鞋呢 跟这个包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很搭 然后穿一套白 哪怕卫衣啊 连衣群啊 其实都好 只要它俩上下稍微一呼应 我就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要不是昨天就这么一件 我可能会特别纠结选颜色 因为我就一直有选颜色 纠结的这么习惯嘛 所以说我现在呢 就是没有选择到成全了我 我要是如果让我自己选 我可能不敢选这个 这么艳丽的一个粉 现在我反而觉得 挺省心 我就不用纠结了 漂亮啊 很可爱 觉得自己 就是内心 就是那种洋溢着 那种少女的 那种情怀的感觉了 自己都觉得自己 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年轻人 如果理性来讲呢 我这个年龄应该选择 适合我的这个年龄啊 端庄稳重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包 可是内心 我的内心深处就是非常明确的 就那种愿望非常强烈的告诉我 我不喜欢 就是这个包 为什么我很少背 我只有去逛街 我才会背它 我平时从来不背 因为太一本正经了 这个包太一本正经了 这个包是这样 这样的 然后也装不了太多东西 说实话 然后它又这么方方正正的 就是这种包 我其实当时我买它 我就不喜欢 当时为什么买它呢 就是因为考虑到 这是它的经典款 然后果然现在它买不到了 我呢 因为就想买一个包 然后在LV这个店里边呢 我其实是乡中了一款 就是小包啊 然后叫巴比龙小包 很休闲的一款包 其实我一眼就乡中了 我觉得挺好 可是呢 就是因为我不是内心 自己想的是买香奈儿嘛 然后我就又去香奈儿了 我想这两个包呢 比较一下 然后我选择一个 我本来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可是到香奈儿店 买完了这款包以后呢 心里头就心心念念的 就放不下那个LV的那个巴比龙 然后那个豆角哥就说 那你不如干脆两个都买吧 因为你很难选择 它是经典款 又是金球系列 未来它也一定会很升值的 然后另外我又很喜欢 LV呢 它就完全跟它不一样的风格 我来讲我都想好了 我去旅行啊 或者是我每天骑自行车 我都可以背着它 不如干脆两个都一起买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又回到了这个LV店 觉得特别有意思 LV店的那个女孩子 一开始 她就说 她就建议我们 她说你别去买香奈儿了 她说香奈儿现在太贵了 她说都已经贵得离谱了 没想到她一看到 我们拎着香奈儿又进来了 然后她很意外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个包呢 就很挑战我们同龄人的审美 都是女孩子背的 然后我从内心里边呢 就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说实话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60岁 我心里头还是住着一个小女生啊 所以我想着既然住着了 我肯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照顾照看她 不能让她逃跑了 三千六又加上了四百多的税呢 是四千零三十二 这个是四千零三十二 那也就是说两万多块钱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说明太厉害了 这个巴比龙啊 这个小包呢 是LV的大花 其实我有一个 这个LV的这个老花的包 第一年的时候呢 我就又买了一个 就带着等着小方格的那个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买了一个大花 就正好我是小方格老花大花 我就都有了 首先它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叫大象灰 另外呢 你看它还有一个这样的手柄 你也可以拎着 看着不大 可是很能装 LV的包我就觉得特别抗燥 特别实用 然后我就那个喜欢这个包呢 我觉得我平时 我可以骑自动车 我都可以背着它 然后装点需要的东西 装个自拍杆什么的 这个LV的这个 这个标哈 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挂上这个 这样 我觉得这个 我自行车 骑自行车背塔挺好 另外呢 旅行 出门旅行 背塔也挺好 它还有一款白色的 白色的比这个便宜一些 然后我觉得这个 双色的嘛 我觉得这个好看一些 我们同龄人可能 不一定能接受 这款包 但是这款包 对我来讲就很实用 想着说 这个香奈儿呢 骑自行车背着 好像不怎么合适哈 然后 出门旅行背到还行 就是骑自行车 摔了刮了 这个有点心疼 然后这个呢 就很皮式的感觉 它这个是牛皮的 这个呢 是羊皮的 这个羊皮就特别怕 滑一滑就出痕迹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就会变成了